苏立倫如果觉得自己 应该跟蔡英文辩论是可以的 那他也可以说我这场变 但是我还要再跳蔡英文 这一种 另外就是说这场我不变 但是呢我要跳蔡英文 我觉得也可以的 但其他人不要动 你其他都动了 为了掩护你一个人 把其他都拉下来 这很奇怪嘛 来这个江主席 我绝对支持朱主席 去跟蔡英文辩论 因为我在去年 那凯道游行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下站题 就是跟蔡 叫蔡英文总统出来辩论 而且那个帖子 都已经收到总统府 到现在还没有回我 回准要回向 都没有回 就不变应该回向 其实本人公务返法 其实包括 也不议上市对什么市这样 其实包括这一次这个 这个原本是说你可以勾辩论 或者是说明 就中选会 它是这样让我们选的 所以每一个领先 我们都有五场 可以挑五个人上去 那当初我们国民党就有十场 因为两个人就十场 所以我们是有找好人选 而且哪一些人是说明 哪一些是辩论 我们都勾起来的 六个辩论四个说明 交到中选会 其他的政府方面 是全部通通不辩论 所以最后才通通辩说明 这个我要澄清一下 就是说国民党不是不辩论的 我们是布局好 就是怎么样 十个人里面 六个辩论 赵大哥就是辩论那一个 然后有四个是说明的 是这样子安排 只是因为对方不敢 那所以最后就变成只有说明 所以第一个回合 其实这个政府已经输了 因为他不敢变 那第二个回合 如果说我们这些 继续上去的时候 就是跟你讲说 你看你连派官员 派你的决策首长 出来说明都不敢说明 那我们是怎么样 非常有诚意 要对人民说明清楚 所以我才会主张说 这样的人选 尤其已经公布了 那我们尽量不动 如果说有特殊原因 一定要动 那也不是不行 那但是我们提早 来做这个决定 可是不要让这个 这个更动人选 这个议题被拿来做炒作 所以我是觉得在处理上面 可能稍微比较可惜一点 否则这个部分 对国民党来讲 我们就是公投的 这个提出者 我们绝对是 名正言顺的去跟他战 我是觉得不用怕 好吧 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核四 核四也是公投议题 那有立委问苏貞昌 就是法国为什么搞那么多核电 立委昨天还不知道 今天新的新闻出来 马克宏要再清盖六座 六座压水式的核子反应炉 就是核电在 法国是占75% 那虽然马克宏当时竞选的时候 有承诺说希望降到50% 因为气数也太高了 这样一半都是核电 但今天又宣布 再盖六座压水式的这个核电厂 那另外呢 大陆今天也宣布 要在未来15年 要盖多少座核电厂 你们知道吗 150座 150座 等于每一省五座 要花4400亿 他现在几座你知道吗 大陆现在51座 他认为为了达成节能减碳 为了氯化为了降低碳排放 所以就为了降低电价 法国也是这样 为了达到氯能降低电价 就两个嘛 所以大陆要盖150座 未来15年花4400亿美元 好那昨天立法院 苏织上被问到 核事如果过要不要重启 他说必须啊 因为核事啊 这个公投啊 那不过他说 有立委问他法国 他说法国没有地震啊 不像我们在地震带 那叶宗光教授有请到 就乱讲啊 你从Google什么的找 就有地震带 怎么没有地震带呢 有啊 而且在阿尔卑斯安 跟这个法国交界 也有地震带 结果苏织上今天终于改口了 哎呀 只有东南部 很小一块有地震带了 那今天除了刚刚讲 法国中国以外呢 Ross Royce 英国劳斯莱斯 要在英国建 小型核子反应炉 就是一般反应的十分之一 可以给一百万人用的 这个防疫就不需要盖那么大 各有利弊啦 那我也有专家 比如陈立成就讲说 盖十座 那要做十个环瓶 多麻烦啦 最好盖座大的 每个地方不一样 可能这个情况不同 甚至将来我在想说 你现在电动车 搞不好将来车子上 小小的核子的反应炉 用核电就可以发电 或是不一定是核子潜艇 大的船可能也可以 未来科技的发展 不是你以前可以想象的 未来的这个 你要无限宽宝去想象 什么都有可能啦 其实法国是有 有地震的不是没有 我告诉你啦 除非那个地震是 你全部都垮了 整个国家就没有 那没有话讲了嘛 否则我自己机械工程师 没有什么事情 工程师克服不了 要付多少代价而已 怎么会地震怎样 你有六级我盖七级 防七级的建筑 你七级我要盖八级 只是当然很贵啦 地震 那地震日本什么都不要干啦 福岛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海啸上来 他那个搞在地底下啦 这不通的啦 那但是呢 基本上工程师可以克服的 就是我讲 就要付出什么大的代价 划得来划不来 值不值得